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同死尸一般 夜幕降临这些吃了尸体的村民忽然都变成了丧尸 风一般的啃要其他村民 医女徐飞与一名飞虎队员趁乱逃了出来 镜头一转 本剧主角世子李仓跪在殿前恳请见病危的父王一面 殿中娘娘谋划着让自己度中的孩子取代世子登上皇位 于是对世子百般阻挠 李仓意识到赵氏家族已经崛起 自己的位置即将被架空 同时对赵氏家族中的中殿娘娘的举动深感怀疑 于是下令自己的忠实护卫 武婴前去偷取药房记录 自己亲自前去探望父王 透过门帘 李仓竟然看到了一只人形野兽在父王殿中徘徊 他誓要查明父王的下落 而唯一的线索便是父王的药房记录 于是次日同武婴踏上了前往 东来寻找医官的暴露 此时东来的拂袖官人下令将丧尸的遗体运回城内 夜幕降临 不料丧尸都活了过来 开始疯狂的撕咬百姓 被撕咬的百姓随后演变成了丧尸 威艺便这样传播了凯莱 李仓一行人在调查真相的同时 也遇上了瘟疫 他们保卫百姓搭建防护村落 同甘共苦 共同求生的希望 与此同时还要逃离赵氏家族的追捕 病毒随之传播到了上州的地 镜头一转 赵学舟向大臣们揭露了皇帝的真相 原来在服用一种叫做不死草的药物之后 皇帝以行尸走肉般的躯体活着 被咬死的夜宵 已因此把病毒传播了出去 这些受生死草影响的村民白天昏睡 晚上醒来便成为了嗜血的丧尸 在大臣面前的皇上被铁链牢牢的拴住 只能成为赵氏家族的回类 等赵氏中女儿殿中娘娘肚里的孩子出生 赵氏家族便可以顺势继承王位 镜头一转 师子李仓在逃亡中与自己的恩师安炫大人 会面共同对抗 成千上百的丧尸 他们驻守上州城 团结百姓一起抵挡丧尸的入侵 本以为太阳升起之时 丧尸就会像往常一样四散而逃 没想到在上州这里的丧尸 不分昼夜的活动 一经调查 他们才意识到丧尸的活动受生死草的影响 寒冷的温度才是该物质促使丧尸活动的关键 岳幕降临 李仓一行人前去刺杀赵学舟 不料中了赵学舟的圈套 安炫大人丧命 李仓被迫使自己的丧尸父王同处一世 并背上了刺杀父王的罪名 第二日李仓一行人虽被囚禁 但复仇计划却暗中展开 依女为死去的安炫服用生死草 飞虎队员一枪打中了赵学舟的侍卫 鲜血飞溅到赵学舟的身上 引来了成为丧尸的安炫 最终赵学舟被咬伤 病危的赵学舟被人暗中送走并抢救 却又被自己的女儿殿中娘娘下了毒手 殿中娘娘其实并未怀孕 而涮地里残忍地将城里的孕妇软禁起来 杀害所有生育出女婴的孕妇和他们的孩子 仅仅留下了一位男婴来继承王位 当李仓一行人直逼皇室之际 却发现殿中娘娘满足地抱着男婴 坐在皇位上享受着此刻的荣耀 他早已派人暗中在皇宫中传播了瘟疫 发誓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李仓也休想得到 瘟疫在皇宫中爆发 李仓下令紧锁宫门保护百姓 由他们独自面对所有变成丧尸的大臣 宫女和仆人们 他们将丧尸引向宫中的蓄水池中央 奋力砸开上栋树齿的冰面 最终让丧尸淹没在水中 次日李仓找到了幸存的男婴 让生死相交的战友扶持男婴 治理朝政 为了防止生死草再次祸害人间 自己则踏上了揭开生死草真正面目的道路